Hello 大家好 很歡迎來到Steven看樓團 之前有觀眾朋友問我 他說他比較貪心 有沒有一些大的三房 又新又有靚匯鎖 還要做到高乘數按揭的單位 幸好我沒有東西多 筍盤就最多 我們今天看的單位 除了我剛才所說的所有條件之外 尺寨都只是11,100元的尺寨 我們事不宜遲 馬上去看看 我們今天要看的屋苑是NEPA 位於塑管区路88號 2018年落成 由匯德峰地產發展 NEPA由7座分層單位 及60間獨立屋組成 總共提供460伙 每一座10層高 屬於中低密度屋苑 我們今天要看的單位 實用面積809呎 間隔是三房一套連儲物房 進來的單位 會經過一個小走廊 大家都見到 發展箱很細心 在門口的左邊長邊位 因為預留多了一點空位 專門給你做鞋櫃 大家都見到 業主已經放了兩個鞋櫃 但其實做到頂都沒有問題 走進來就是飯廳位置 大家都見到 業主在左邊和右邊長都做了櫃 其實在中間放在桌子 空間都很多 這兩個客飯廳的尺寸很均稱 客廳和飯廳的尺寸差不多 所以擺位是很容易的 再來到客廳的位置 業主已經放了一個電視櫃 大家可以根據櫃看到大約的尺寸 就算放了沙發 中間也有很多位置給你擺茶餐 我們現在來到單位 其中一個最大的賣點 就是露台位 為甚麼呢 這個露台是特別大的 除了浪衫之餘 可以夠位置給你擺桌椅 可以坐在這裡喝茶 還有 這個景觀 以這個屋苑來說 非常之優勝 為甚麼呢 大家望向這邊 就是泳池 其實你看到泳池 是比會所和屋子三邊圍住的 所以泳池是望向我們六座和六A座這裡 我們看的泳池景是看得最清楚的 再加上那個內圓 又漂亮又優靜 非常之舒服的 客飯廳中間是廚房 我們現在進來看看 你看看 業主是一個非常乾淨整潔的人 廚房好像新一樣 用都沒有用過 當然 新樓的廚房設備齊全 三個明火爐爐頭 這裡有個焗爐 有洗衣機 有微波爐 而我身後 就有個陷入式的雪櫃 非常之齊全 我們現在開始看沉室的位置 走廊的右手邊 第一間房就是儲物室 大家都看到這個儲物室其實很大 現在業主放了一些層架 就可以方便儲物 但是這間房是可以用來做姐姐房 甚至如果需要的話 用來做睡房也可以 因為這間房除了放到小的單人床之外 其實還有位置可以放到小的衣� 這個單位有兩間客房 兩間客房尺寸都是差不多 大約八呎成七呎左右 業主之前一間用來做睡房 另外一間用來做衣帽 而且他亦都很聰明 他利用了這個單位 有3.15米樓底高這個特點 做了一些吊櫃 其實這個設計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客房對面就是客廁 大家都看到客廁 用啡色雲石去設計是非常精緻的 有兩個的鏡櫃 有的是浴缸 下面也有些儲物空間 很齊全 這個單位的第三大特點 就是主人房很大 一進來主人房轉左 我現在這個位置 大家看到其實是一個衣帽間的位置 其實大家除了擺櫃之外 還有位置可以讓你擺梳妝桌 主人房擺床的尺寸都很大 大家看到我左右手邊這兩個插頭位嗎 憑這兩個插頭位已經可以判斷到 你擺完床之後 可以三邊落床兼擺兩個床頭櫃 還有業主非常有情趣 這裡做了一個cushion 可以有空坐一下 chill一下 而看出去的景 更加看到美麗的泳池景 主人房套廁和剛才客廁差不多 都是以啡色和白色雲石去配搭 都是有兩個鏡櫃和浴缸的 今天這個單位又順又靚 簡直就是可遇不可求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歡迎你找我們世紀二十一天生事業的同事查詢 又或者WhatsApp我們5409-4500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的話 希望你可以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我們之後會帶你看更多的信盤 我們下次見 拜拜